这幅上面呢 就是采用了很多的点彩的蒸发 点彩蒸发实际上是比较细腻 刻画比较准确一点 实际上是很费时费工的 你像那个大屋顶 那个房子的大屋顶 也是用点彩做的 像其他的那些纹色 就是说他的服装啊 包括这些这个海龙王宫殿的 你看那个墙的白玉呢 细出来的那个台子 你看都是用的那种景纹 特别美 他的云彩呢 什么东西 也是先用那个点彩 把那个轮廓 绣出来 用平秀呢 来表达那个云彩的那种 虚无缥缈 慢慢逐渐逐渐 从粗到细 然后排列也是从实到虚 这样逐渐就融合 和整个空间融进去了 所以在这些细节方面 都是比较用心的 都是用心去绣制去刻画 《哪吒闹海》 这部经典动画电影 是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 他的美术设计 就是张丁先生 1980年 张丁先生受邀来到 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 指导所里的学生 进行学习和创作 后来他将作品《哪吒闹海》 交到年轻的采景秀学生手上 众人合作完成了 大型采景秀作品《哪吒闹海》 1982年 这幅作品获得了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和金杯奖 代表了当时 中国刺绣艺术的最高水平